这个歌曲呢,我们是一个B调的,然后四二拍表示以四分音符一拍,每小节有两拍,然后五十六呢,表示是每分钟是五十六拍,大概一拍呢,是一秒多一点的,啊,四二拍,这个四就表示四分音符,对吗? 是四就表示四分音符,如果是八呢,我们就表示八分音符,如果是二呢,我们就表示二分音符,啊,那么这个二呢,就表示每小节有两拍,如果是三呢,我们就表示每小节有三拍,啊,如果是五呢,就表示每小节有五拍,那如果给你一个这个呢,同学们,啊,知道这个拍号应该怎么念吗? 给你一个八六,同学们,这个表示以几分音符一拍,每小节有几拍,你会理解这个拍号的定义吗,同学们,八六就表示以什么呢?表示咱们以八分音符一拍,每小节有六拍,这个含义啊,以八分音符一拍,每小节有六拍,听懂了吗? 那这个四,我们就表示以四分音符一拍,每小节有两拍,根据咱们这个拍号强弱,啊,去理解这个歌曲,啊,听懂,同学们,咱们打个听懂了,好吧,对吗?来,那我们开始上课了,同学们啊, 我们可以这样去唱啊,前奏呢,一共是八个小节,八个小节到时候你跟着前奏,开始想的时候,你就数,啊,一,二,一,二,一,二, 数上八个一,二,正好接这个歌曲的正文,数好节拍就能准确的进入了